不只对飞来飞去的虫子视而不见 工作人员还叫记者 把洗好的锅子放进脏水池里 宣称如果卫生局人员检查 只要聊聊天就不会开罚 态度有恃无恐 事后询问新预先总部 业者忠于坦言 管理有疏失 北京两家门店已关闭整顿 其他门室也同步展开卫生检查 2019年仙玉仙就曾爆出南昌门市 餐具不清洗食材不新鲜 如今问题重演 再次重创品牌形象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TVBSiya